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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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這部影片帶來的是 歐丁流的一個實戰結束 那這一場來看一下我們的打法思維 本局是有第七回合 那對我們來講其實是不錯的 因為我們的牌整體還是偏大一點點 所以在有第七回合的情況下 我們勝算還比較高 那一開始雙方不知道丟什麼 就丟夜行者 那我已經把斗篷換成了惡魔先生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我丟斗篷 會被別人利用 正所謂人善被人騎 馬上被人騎 我想要玩遊戲玩得更有尊嚴一點 好那我這邊丟了一個毒蝎 先惡心他們 對手也是丟了一個惡廢神牌蜥蜴人 那目前雙方應該都看不出來彼此是什麼套路 那這時候我也在思考著 我不想要讓對方的蝎蜴人過得太爽 我還是想讓他變回惡惡比較可愛 所以我選擇把所有丟第一區 那對方這時候丟了一個美國隊長 那我發現已經有兩張持續的牌了 所以很有可能會是光譜流 那光譜流我們要怎麼去防範呢? 很抱歉 沒得防範 除非我們有什麼狗狗去阻止那張光譜 或者是有女巫 但我們什麼都沒有 只能認命 那他這時候居然丟了一張美杜莎 那美杜莎又跟持續流搭不上邊 所以這時候我就在想他到底是什麼流派 那沒關係我們等他後面的牌再來思考一下 那這邊可以注意我的雷神錘已經出來了 那雷神錘呢是可以再被奧丁觸發一次的 所以等於呢等等我的奧丁還可以再觸發雷神錘 那我就決定我們把白虎丟在第一區 然後奧丁下來呢 我們中間這一區的索爾 贏面應該會是蠻大的 那對手其實是還沒看到我丟白虎的 所以他突然snap我覺得蠻奇怪的 結果他丟了一個惡鬼面過來 那他完蛋了 因為我手上這張奧丁是可以把 這張鬼鬼送回去還他的 這一張鬼送回去還他 他八成準備要投降了 現在我們只能拿兩顆星 不過打一隻我補沒關係 我們思考一下還是決定丟奧丁 因為其他兩隻在這一回合 我覺得丟沒有必要 真的沒有必要 那這邊我們第一區一定可以贏 那再來我們第二區的攻擊力也很高 等等還可以再把攻擊力補在第二區 所以我們這一場要拿的位置就是第二區跟第一區 那奧丁丟下去的時候 白虎還會再觸發一次 那白虎如果跳中間其實七點攻擊力也很不錯的 那如果呢跳右手邊的話 你可以看他們的牌非常少 所以我相信他在下一回合呢 是沒有辦法去贏過我最右邊這一區的 那基本上打到這邊 他們的攻擊力是不可能比我高的 就算來個上氣好了 也沒有任何一個人會被他上氣給摧毀 所以你看這一套牌 攻擊力都沒超過久 但是這個大怪鋪場能力 他就是非常的優秀 那當然是需要做到一些combo的 好 那我覺得如果你升到牌池3的話 是可以把奧丁牛再拿出來的 那牌池2就先等等先不要